哈喽大家好,我是普尔文 今天又过来封村茶叶城 去一个朋友那里喝茶 我朋友家是在二楼 我朋友家是做大红袍的 阿斯 坐 我朋友是专做五仪茶 像大红袍,正三小准这些 他也是在五仪山那边有茶厂的 大红袍一般都会打成 一小炮 他这种是礼盒装的 老茶 对,我这里还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大红袍啊 大红袍的审评方式 这种像这样子 审评是为了看他的汤色吗 看汤色闻 闻茶香 现在喝的就是 这个五状元肉桂吗 对 羊带泡 可以泡到十六泡 已经十六七冲了 五状元肉桂 香是挺香的 对 你闻它的干香 一般像这种 盐茶它是什么香 什么香型 盐茶它是盐古花香 花香 对 清香的是花香 中国的是果香 然后一些 比较好的 它是带木质香 和虫香 就是老树 树林比较久 就像我们福尔茶的古树茶一样 对 像这个五状元茶 它的口感是怎么样描述了 口感呢 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 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说 好的跟差的 就是盐韵 是韵味 对 所以我们盐茶的级别 是看你种在什么地段 跟你们福尔茶一样 最重要的五一盐茶的图栏 所以正盐的茶是 盐石枯化的图栏 所以好茶是盐石枯化的图栏 就是你去到五一山 给了门票 进去看到的这个茶园 全部是正盐 就是你在五一山 周边的县市也有很多人 就是把它当做什么肉贵 或者是盐茶 对 其实除了五一山以外 我们叫外商茶 但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是充当的嘛 充当 就是山寨吧 哦 明白 它也可以说采这个茶青 按照五一盐茶的花叫去做 但是你要知道它 它的底子没有那么好 明白明白 这个夜底要怎么怎么去分啊 夜底比较柔软的 有弹性就比较好 柔软有弹性是吧 对 然后夜底泡开它的活跃 舒展开就比较好 嗯 然后色泽比较均匀 然后有蛤蜊背 蛤蜊背是什么东西 蛤蜊背就是叶子上的那个颗粒 一粒一粒 就像那个鸡皮疙瘩一样的那种 一粒一粒 哦 这种就是比较差一点的是吧 对差很多 差十万八千里的 它是这个是雅光 雅光 它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烤火比较烤过了 然后呢 所以它的色泽啊 就是这种颜色就比较死色 不是很好 而且它抓起来的手感比较轻飘 就是空 没有那么实 这个呢 你摸起来的手感 它比较厚实 哦 你在手上掂量一下就不一样 其实像大红袍这种盐茶是不是最讲究它的是工业 对工艺 第一个是商场 第二个是工艺 商场就是种植的环境 喝一泡我朋友的牛栏坑肉桂 我知道的这种盐茶好像牛栏坑的是比较有名的是吧 对就是种植在牛栏坑的肉桂 简称牛肉 然后要醒茶 然后要醒茶 来你闻一下 这个是很香 像这个牛栏坑肉桂它是不是 相当于我们普洱茶椅的那个老帮帐一样 对 它这种茶是比较贵的吧 比较贵 至少一万多以上 来 来试一下 牛栏坑的肉桂呢 首先肉桂它是带贵皮味 比较辛辣感 那牛栏坑的肉桂呢 它还带一股 幽幽的青草香 是很舒服的很甘甜 很细腻的 因为它是在坑底的 就是整个牛栏坑 它两侧全部是大虾 就是石壁很高深的 茶叶种在这个坑 坑底 所以它的很优 其实像这个牛栏坑肉桂的话 它的量应该不多吧 对 整个牛栏坑的这个肉桂啊 不是很多 今天过来我朋友这里 向他学习了一下 武仪盐茶的知识 也在他这里喝上了正宗的 牛栏坑肉桂 好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